好 歡迎再度回到節目現場 趕快來看一下 在台股生死站裡頭 誒 這些成績單還不錯 而且還買犀利的 首先要看到是謝文恩 謝總的部分 在這成績單 我們趕快秀出來看一下 再看到文恩的部分呢 整個數字的變化 可以看到 誒 框框顧 還綜藝還沒出來 這指的是在成績單的部分 謝文恩 沒有嗎 好 我們趕快秀出來 現在看一下 在賺大錢的擂台秀裡頭 好 秀出來裡頭 第一個 康書 光寶科跟群聯 加起來的話9點3分 這是在台股生死站裡頭 還不錯 文恩這個9點3分 差一點今天就秀不出來 你也秀不出來 好 我們再來要看到 是在慶榮部分 慶榮在成績單部分 5點7分也還不錯 重要是在TPK的部分 結果今天至少還是一個平盤 並沒有讓你大幅度下滑了 月光正有4點3分之多 好 那我們在現榮部分呢 在現榮 現榮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聯發科 聯發科至少正了一個3分 這個還不錯 至少這比較的話 相較於大盤還不錯 好 先來看一下文恩的部分 文恩在今天重點 在整個碩河 光寶科跟油田的部分 這三檔股票 當然這裡頭可能投資朋友 比較陌生一點點 那麼這題材性重心又是在哪裡 等一下請謝文恩 謝總來補充 好 再來要看到是在慶榮 慶榮第一檔借的是在聯發科的身上 聯發科不錯 聯發科在明列上頭 輕量級在秦城 以及在雨量級的大眾營 在電子也好 跟金融也好的話 都有它的重點 好 再來要看到的是在 憲榮 TPK 新日星 跟日月光這三檔股票 我們就請憲榮先來補充一下這三檔 好 那這三檔其實在上個禮拜 都跟大家推薦過 那股價的部分其實這禮拜漲多少 倒不是我真正注意的重點 我會注意的還是在整個這當中 第一個 股價的結構是不是維持強勢 第二個 在消息面測試之後呢 是不是能夠維持一個蓄強的力道 那例如說在TPK成紅的一個部分 還記得我上個禮拜提到說 我認為說未來的高價股的部分 它很有機會去追上大力光 那上個禮拜的大力光還在800多塊 現在大力光已經掉到700多了 可是TPK上個禮拜才550左右 現在已經漲到600塊的一個價位了 所以這當中你會看到 指數的部分是來回震盪 但結構就不一樣 那為什麼TPK在今天消息面有利空出來 我還繼續把它放在投資組合當中呢 最主要其實也就是在消息面 我一直強調 我們做股票不要去看利多看利空 這當中決定所謂的買進或賣出 而是所有的消息 其實都是在檢驗所謂的股價的強度 如果這當中 利空 今天的TPK收在平盤的位置 是抱一個很大的利多 股價開高走低收在平盤 我會告訴大家TPK差不多了 可是反過來今天TPK 在二月份營收居然衰退了29%的情況下 早盤殺低之後 尾盤又拉到今天最高點來做收 似乎在這當中都可以透露出來 大戶的部分還有繼續做多的企圖心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說在今年大尺寸觸控面板 出貨量仍然會大幅度成長的情況下 那TPK仍然是繼續的一個放在投資組合裡面 虛報的一個動作 那新日星的一個部分來看的話 最近收到一個訊息是蘋果的一個 MacBook的一個部分 它的筆記型電腦最近要大幅度降價200塊美金 那大幅度降價下來這當中最重要的用意 大家刺激買氣 誰能夠收賄呢 那這當中林祖堅的新日星提供裡面的 中空軸城這個部分 值得特別注意 那今天股價雖然呈現一個拉回跌了 這個1.3%的幅度 但是其實如果仔細看這一波新日星的一個走勢 會發現到它是在融資已經降到一個谷底 而大盤也這個當中大幅度震盪拉回之後 它短線上在這裡一個補跌 但是補跌仍然守在前一波的長紅棒的起漲點之上 這種走勢上來看的話 未常不是下一波發動攻勢的一個時機 所以我倒認為說新日星這裡的一個拉回 實在是未來值得繼續來做留意的 那低價的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日月光 這也是上個禮拜的投資組合 看到這個禮拜指數雖然震盪 但是股價的部分 它卻已經率先突破8029的高點 往上來呈現一個多頭排列的走勢出來 所以強勢股的部分 仍然是續強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還是要繼續稱聲追擊 繼續的放在賺大錢的雷台秀當中 好 我們繼續要聽聽看在慶容 在個別的題材裡頭 聯發科 秦晨跟大眾穎 所以我們在上一段的節目中 有跟大家討論 宏達電的股價感覺要搖搖欲墜 但是在台股中 其實宏達電 它就像是坐在一個敲敲板的一端 但坐在敲敲板的另外一端 另外一端其實就是聯發科 當宏達電的股價開始慢慢的 有點搖搖欲墜的同時 其實代表聯發科 是不是還有繼續往上的一個空間 記住這兩檔股票 其實常常是所謂敲敲板的一個效應 那為什麼會是敲敲板的效應 最主要是他們兩家公司的定位 其實不太一樣 我記得2013年 其實當時的拓普產業研究所 它有針對今年的一個 十大熱門的創新的一個產品 做一個預估 那前三名的第三名 其實有一個叫做互聯網手機 所謂的互聯網手機 其實就是有很多的網路公司 都跨海進來做智慧型手機 而且都是用非常低的價格 像以大陸的小米機為例 小米機他們去年年底 推出了一款 28奈米的 搭配28奈米的高通晶片 800萬畫素 4.3吋的四網膜的觸控螢幕 這樣子的手機賣多少 1990塊人民幣 不到7000塊台幣的售價 已經搭配了最頂級的價格 這個這樣小米機 它不會只是一個單一 它在今年預估就要賣超過1000萬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低價的互聯網手機 將會一步一步的侵蝕所謂的高價的市場 那聯發科 當然跟小米機沒有太大的關聯 但是聯發科 跟中國的許多的低價型手機 其實都有一個密切的往來合作 所以我們看好今年聯發科 在這一塊 所謂的低價智慧型手機的崛起 它會擁有絕佳性價比的聯發科 會是這一波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我們持續的看多這家公司 好 聯發科行程跟大眾的部分 我們最後時間的話 請謝忠來補充一下 好的 那麼基本上光寶科的話 它也如預期因為整個政府控盤 互盤的狀況 因為它大股份股票 今天在創不斷新高 那新增兩檔股票 一檔叫3691的碩合 那我們都知道呢 整個太陽能在整個二月份的 一個所謂營縮 即使工作天數減少 還創下一個短線上的新高 那也代表現階段 就整個太陽能而言的話 好像又開始出現了一個 類似死虧負燃的狀況 那問題在太陽能上面 要怎麼做一個所謂選擇 基本上就看國內的角度而已 我們都知道3月9號 有所謂的反核大遊行 甚至於在公投之前 反核公投之前 我想呢 太陽能的題材 應該還會得到 一定的一個所謂加持 那只是說 因為太陽能在去年 都呈現一個所謂虧損上面的狀況 所以同志們有在操作 太陽能的時候要小心 那以其小心的情況之下 我們倒不回過來去選 去年真的有做一個 所謂獲利賺錢的3691的碩合 還有做一個所謂導電漿的 那麼甚至於現在 配合一個所謂的母公司的國碩 現在又在開始在世界各地 建造所謂的一個所謂 太陽能電廠 所以單純就整個營收數字 乃至於EPS 乃至於毛利 都有很大的貢獻 那至於大家比較陌生的 就是3455的油田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話 富士康在中國大陸 已經出現了一個所謂 停止招工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停止招工 可能是因為整個iPhone的 一個所謂訂單的銳減 更重要的重點就來自於 目前中國大陸的 一個所謂工資大幅度的上漲 所以說迫使了郭台銘董事長 開始採取一個類機器人大軍 那麼油田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有關於一個所謂PCB檢測遺跡之外 不要忘了油田還有做所謂的大麻辣 大麻辣就是所謂的機器人的 裡面的一個所謂 非常重要的眼睛辨識的零組件 所以說如果說單純就股價 目前的一個所謂位階 甚至於單純就目前 他股價遠遠低於 淨值的情況之下 今天就在高檔出現暴大量 我覺得說上下震盪完之後 還有再創新高的機會 那只是說像這張股票的話 他股性比較活潑 所以投資朋友在操作的時候 不妨等他未來 如果出現亮縮回測 除日或時日均線沒有跌破的情況之下 在進場做卡位就可以了 好 我們這一個部分的話 進步來追問一下下 在外交圈的部分的話 今天是站在買方的位置思考 現貨滿超21.8億元 可是在期貨的多單部分 減少了1571口 接近大概還有4000口這樣多單 而在整個自行箱部分操作動向 今天空單回補791口 大概還有500口這樣的空單 您的觀察呢 那麼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個行情應該還是走一個 所謂區間的一個所謂震盪 那當然假設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真的有利空出現 我會去觀察 明天7900點整數關卡 這邊的一個所謂支撐上面令到 更重要的一個所謂重心 跟重點 如果說這邊的多頭格局 還要持續維新的情況之下 它應該走一個所謂輪動 什麼叫輪動 今天弱勢的股票 不管包括大力光 不管包括宏達電 應該在明天要馬上出現 一個所謂止跌訊號 而不是成為台北股市的半腳石 好